我已经连续两天对亨特先生涉岗的错误言论做出了回应 表达了中方的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但他似乎还沉浸在昔日英国殖民者的幻想当中 还殖民于居高临下对他国事务指手画脚的恶习当中 依然不思悔改 继续信口词黄 今天所幸在这里我就多说几句 第一 关于中英联合声明 我要再次强调 随着香港回归祖国 声明中所规定的与英方有关的权利和义务 已经全部履行完毕 1997年7月1日 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事主权 中国政府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香港实行管制 英方对回归后的香港 一无主权 二无治权 三无监督权 根本不存在任何所谓的责任 英方动不动就以守护者自居 这纯粹是自作多情 痴心妄想 第二 所谓香港居民的自由是英方争取来的 这种说法简直是厚颜无耻 我想问问亨特先生 在英国对香港进行殖民统治期间 香港有何民主可言 港人连上街游行的权利都没有 恰恰是在香港回归之后 中国政府依照宪法和基本法 切实贯彻落实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方针 保障香港居民依法享有 前所未有的民主权利和自由 第三 七月一日 在香港特区发生的暴力冲击立法会事件 是践踏法治 危害社会秩序的严重违法行为 亨特先生罔顾事实 居然称特区政府是在镇压 这完全是在颠倒黑白 我要问问亨特先生 如果英国议会被围攻 被闯入 被破坏 英方会听之认之 坐视不管吗 如果像亨特先生所说那样 这就是所谓的民主 他是否认为严密把守 英国议会的警察应该撤走 让常年站在议会对面的示威者 进入英国议会 他是否也认为英方 英国警方处理2011年8月 发生在伦敦的骚乱是镇压呢 最后我要再次强调 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任何外国组织 政府组织和个人 都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涉 我们希望英方 特别是亨特先生 不要再不自量力 粗暴干涉香港事务 这注定是徒劳的 练乱香港事务 各自认为 都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涉香港事务 都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涉香港事务 总是严密的 有没有人 中国人 都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涉香港事务 都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涉香港事务